房租涨涨涨但钱还是要赚 马从头就宣示了 今年要全面拼经济 那么立法院新会期在昨天开议了 新军长江一华在施政报告中 也首度抛出了财政健全方案 他说希望能够借此来 挹注经济发展的活水 其中会大幅检讨不合时宜的税制 包括了调整营业税所得税 同时也将大幅提高薪资扣 特别扣除额 以及生涨扣除额 来作为配套测试